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1年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 11月16日在武汉开幕 本届华创会以万侨同心联通世界为主题 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式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召开 举办开幕式武汉论坛及系列专场活动 助力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广泛团结凝聚广大侨胞 同源共享中国梦 一个就是跟它这个平台越来越大 这个政府越来越重视 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 这个合作的这个项目也越来越多 华侨会其实我觉得是挺好 它汇去了很多不同城市的 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各个国家的一些 就是海外就是有这个代表的一些华侨 带着他们各自对这个 对中国的一些我们的各个方面的项目的 对接的一些一些期望我们来到这里汇聚在一起 所以有很好的交流和一个很好的学习 也可以更好的知道我们这个中国的 包括我们武汉的政府 或者是我们能够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需要能够做到些什么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连接在一起 今年华创会面向全球发布项目1731个 签约项目120个 总签约金额近700亿元人民币 其中投资过亿元项目77个 投资过10亿元项目20个 30个影资影制项目在开幕式上集中签约 项目涵盖生物医药 现代制造 IT光电子 节能环保 现代农业等领域 华创会创办于2001年 坚持立足湖北 面向中西部 服务全国联通世界的报汇理念 广泛团结联系海内外侨胞及出国留学人员 积极打造为海外侨胞参与国家发展战略 发展自身事业 宁乔兴 惠乔治 聚乔利 助力改革资政 推进中西文明互建的平台 努力涵养一直长期对我友好的海外力量 华创会创办20年来 累计签约引进项目2500多个 投资额4900多亿元 共邀请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 乔商 出国留学人员等2万多人次参会 成为中国规模最大 影响最广 效果最好的社侨 影制影子平台之一